不要啊 不能挖不能挖 凯大人喊大人 千万不要挖呀 为什么 难道你心里有鬼 不是心里有鬼 是鬼神不能惊动啊 皇上的命令 谁敢违抗 大人不要挖 拉下去 千万不要挖 大人不要挖呀大人 不能挖呀 大人 大人不要挖呀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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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您可回来了 出大事了 我知道了 现在怎么样啊 正要挖少爷的墓 好像已经挖上了 说是皇上下的命令 无心墓里有事 赶快去墓地 快 祈禀圣上 刑部尚书开祭 派人禀报 薛强之墓 已经开始挖掘 但是薛世民 还没有赶回 从薛家人样子上看 不像有诈 开大人请示 是否继续挖掘 继续挖呀 是 开祭为什么要问这个 他是 不愿意挖开 寒义可在场吗 在场 不要我 开大人 寒大人 老爷不在家 小人实在不好挑戴呀 滚开 开大人 薛公子 确实埋在墓中啊 把他拉走 是 拉走 大人 大人啊 大人 请问这位人兄 出什么事了 你看着吧 出什么事了 这是一座空墓 薛强之墓 正是 为何是空墓啊 我听说啊 薛强啊 根本没有死 让薛强 给卖出来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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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玩呀 住手 不要玩呀 你们干什么 老爷 你可回来了 你们干什么呀 不能忘 老爷 这是开大人 这是寒大人 开大人 寒大人 你就是薛世明 小民 小民便是 小民不知 为何要挖我孩儿坟墓 难道他死后也有罪吗 薛强 真的死了 卫离大人 我孩儿病死狱中 已三月有余 这就是他的坟墓啊 胡说 你打通关节 为成薛强病死 并将其偷运出狱 你犯了十恶不赦之罪 小民不敢 小民不敢啊 开大人 我儿子死于狱中 有狱医作证 还有刑部官员查验 怎能有假呀 难道 狱医和刑部官吏 就不会收受你的贿赂吗 开大人 恕小民直言 京师大狱和刑部的官吏 可都是开大人的下属啊 放肆 你以为 开大人会包庇属下吗 如果你将前后经过如实交代 本官便可下令停止挖掘 小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 如果小民心里有鬼 怎么敢日夜兼程 前来保护我儿的坟墓啊 如果打开棺木其中不见尸首 你还有什么话说 小民任由处罚 可是开大人 如果官中有尸 又该如何呀 韩大人 看他这个架势 好像官中真的是有尸首 开大人 你以为应该如何呢 麻烦的是 为官的人这么多 一旦开棺见尸 怕是不好收场了 已经挖到这种程度 半途而废 恐怕不好收场吧 更何况陛下早有成命啊 继续啊 开大人哪 你还没有回答我呀 如果官中有尸 又该如何 你想威胁开大人吗 小民不敢 可是小民 也曾做过朝廷的极平命官 并非没有身份 小民之子虽然不孝 可是生前已经获罪 不应该死后无缘无故的 受此奇耻大辱 在天之灵也不得安定啊 是啊大人 我家公子 纵然有千般罪孽 也已以命相抵 不该再遭世人耻笑了 如果官中有尸 本官 定会当面道歉 并且为薛强重修坟墓 这 起 放 启禀开大人韩大人 棺木已经挖出 这 开棺验尸 是 不许开棺 老爷 不许开棺啊 老爷 不许开棺 老爷 老爷 起来 老爷 不能开棺 老爷 不能开棺啊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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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尸 报告开大人韩大人 关中尸首早已腐烂 尸首穿着华丽 为青年男子 令有玉石珠宝等陪葬品若干 韩大人 你看 那就向陛下禀报吧 这么说薛强确实是死了 看来是这样 关中尸首肯定是他吗 臣与韩独御史都已亲自看过了 尸体已经完全腐烂 至于是不是薛强 已无从辨认了 确实如此 那么 此事就暂且这样吧 不过 大狱中勒索犯人及其家属之事 确凿无疑 你们还要继续清查 不可松懈 遵命 开计 在 你过去口口声声说 狱中勒索受贿之风早已禁绝 为什么朕一下去就能发现 陛下 臣确实负有失察之罪 辜负了皇上的信任 臣一定严加查办 绝不姑息 自古以来 狱中多有此类事情发生 朕是知道的 但是在大明朝 不能允许此事继续滞长 一定要彻底进决 无论历朝历代能不能做到 微臣一定照办 此外 微臣已将薛世明传还到刑部 要细加盘查 问清楚事情的全部经过 一免有误 很好 你下去吧 寒衣可留下 朕有事情跟你说 是 微臣告退 王大人 真是虚惊啊 没想到 我们还能回到这刑部 若不是我拦着你 你昨天就去自首了 惭愧 惭愧 无论如何 我也没想到 棺中居然有诗 棺材中明明装着薛强仇去的 看来这个薛世明做事周全呢 不愧是当过官的人 那他为什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呢 也许是觉得没必要吧 本来也是 若不是出个狐林 谁会注意 这个薛世明 为什么不继续当官呢 有如此的心计 起仇 不飞黄腾达呀 现在还有多少人愿意做官啊 皇上一味惩摊 水质轻则无鱼啊 倒不如像薛世明那样 辞官经商 还可以运用官场旧交 从中谋利 是不是 但是说句不好听的 我们也没有人家薛世明那样的本事 也只能做个官 靠所谓的行贿受贿赚点小钱 还要担惊受怕 日子过得绝非潇洒呀 算了算了 能过了此官呢 我就心满意足了 汪大人 卑职略被薄酒 能否到韩社小酌一番呢 可以 不过 切莫声张 卑职明白 韩一可 你觉得那个官塔里头 真的是薛强吗 微臣想 只有暂且相信了 今日之场面 令人无处生意 微臣也曾做过调查 当时薛强的官木 是从狱中直接运往墓地入葬的 为官者有所证明 似乎来不及再做手脚 看来朕是多心了 本来朕还考虑谁来接替开机 现在看不必了 毕竟是开盟之子 值得信任 刑部尚书这个位子 也不是随便找人就可以充认的 陛下 微臣倒有些不放心之处 讲 开关之时 微臣看到 刑部侍郎王熙哲 主侍杨淑征 皆有恍然之意 另外此次开关惊动了百姓 没有查到结果 反而显得朝廷做事过于武断 而臣担心此事 会在百姓中引起不良的反响 是这样吗 殿下说的的确有道理 开关见诗之时 在场百姓哗然 不过微臣以为 百姓未必见得倾向于薛家 这个就是百姓的反响 朕要的就是这个反响 如果王熙哲杨淑征他们两个人 真的有跟薛家勾结的话 他们就经不起这个反响 你明白这道理吗 微臣明白 本官问你 刑部侍郎王熙哲 你过去是否认识 不认识 主侍杨淑征呢 有过一面之交 京师大狱的思域囚掩 是否认识 认识 小民曾设法认识思域囚大人 想求囚大人 关照在狱中的薛强武儿 什么关照 希望武儿在狱中 不要受到虐待 你与杨主侍 求思域或是其他人 是否有过钱财的往来 小民不敢 开大人 小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想单独跟开大人讲 你们先退下吧 是 是 开大人 小民以为此事并没有完全过去 望大人小心提防啊 关中之诗乃是何人 大人 当初小民多了一个心眼 叫人弄来一句青年难诗 深夜挖开墓穴 藏入关中 现在看来 此事果然有必要 只是没有告知大人 让大人受惊了 是无主之诗吗 皇爷之诗来自江浦 薛强现在何处 仍在府中 马上把他送到 凯他人放心 等到风声烧过 小民必定照办 为了你 本官就一招覆灭 我现在是后悔末期 凯大人 小民的心理清楚 小民绝不会亏待大人的 记住 不论什么时候 都不能说出钱财之事 即便是你说了 本官也绝不会承认 凯大人放心 小民 小民为了表达这次的救命之恩 愿意再向大人奉献白银五千两 今天下午便送到府上 望大人笑纳 我看你是疯了 开大人放心 此事万无一失 今天下午 我叫一个外地人 购买一车大米 将银香 藏在大米之中 然后拿到 开大人府上对面的街上去叫卖 大人叫管家 把米买下 运回府中 你倒真是个董事之人 不过 这次就算了 开大人 我薛卯做事 向来都是大出大进 我宁可自己舍本 也不会亏待朋友 大人这次为小民受尽惊扰 寝食难安 我怎么能够不知深浅呢 这次只是略表谢意 来日必当重谢 你若真有此心 本官 确知不公了 不过 要百般防范 保证薛强之师 不再引起尸端 一定 一定 开棺验尸 正好是以正视听